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 战装实习观 观观是考验 是经国是好汉 闯观试试看之武 说战装修炼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不通过自己亲自战装 你很难体验其中的一些 小妙的东西 也很难懂得其中的道理 但是我们坚持经常战装 就可以体验到这些东西 战装呢 这个姿势有多种 其实战装 站着可以战装 这么一站 这叫战装 那么坐着呢 也可以 你坐装坐在椅子上 我就坐装嘛 那躺着行不行啊 躺着就是躺装嘛 你摆出这个 站装这个姿势 那么都是装 站着 坐着 躺着 都可以 练装 这个就是啥呢 修炼到高级阶段 所谓 法无定法 事无常事 就可以随心所欲地 采取 任何一种姿势 都可以进入到一种 练功的状态 前四讲 我们讲了 战装十七关的 前十二关 这一讲 我们接着讲 十七关的 第十三和十四关 第十三关 就是 壁骨关 说这个 站装站着 站着怎么呢 就不想吃饭了 也不饿 但是呢 精神状态 还比较好 这个就怎么呢 就到 壁骨关了 这个就是 比较高级的阶段 这时候 也不要动摇 也不要怀疑 这个就是 道家所说的 气足 不思实 就是 站装 练功到 高级阶段 入境了 你融入自然 接受到自然外气 自然能量 就为身体所用 道家 那个气是哪个气啊 是繁体字 像一个五字 下边有四点 道家认为 这个气呢 是一个符号 它是能量的符号 说我们饮食 是为身体提供能量 那么 是不是也是一种能量 能量它是 可以转化的 但是遵守守恒定律 通过站庄 身体潜能开发出来了 接受自然的能量 就可以转化为 身体所用 是这么个道理 说壁骨呢 是道家 专修的功法 定期的都要修炼 这个分 七天 十四天 四十九天 甚至时间更长 他这个修炼呢 就是 练功到一定程度 他不想吃饭 不是说 就不吃饭 就不赶紧饿 精神头要非常足 气血非常旺 就是修炼的一定程度了 他就进入到闭关 闭股 开始钻修功夫 这样咋的呢 涨功更快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评论或私信 喜欢行李坐卧 练功的朋友 请点下关注 谢谢